阿翔 這個點有點怪 不曉得背壞要怎樣 點的有點直耶 感覺不是很合理 旁邊也有一個筆畫 這裡又有一個筆畫 不知道是哪一個 都要看圓碑啊 不然我們都在猜一米 好啦 不管了 有機會去看圓碑再看一下 旁邊這裡一個瞥是真的瞥要 要夾的撇 這邊是一組 靠近一點 這邊另外是一組 斜遠一點 但左右互相呼應搭配 所以他也必須要保持一點弧度 這個就屬於比較誇張式的 畫的弧度很大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下面就不要那麼誇張了 你會發現下面就寫了方硬 這裡誇張一下 然後結構體又方硬又扁又硬 不是一直在扭 如果從頭扭到尾你會發現 這個字真的不能看 腳柔作作 套以前的句子叫腳琴 所以還是有扭動還是有安定 要把它分配清楚 寫得太誇張了 敲太高了 沒關係 不重要 吃人嘛 總是會有瑕疵 這個年我倒覺得他塑化寫得不太長 其實他不太長是很正常的 他重心印象偏低 而仁字旁感覺寫得瘦瘦瘦勁 我看起來有點崩掉了 那就大概以相對位置來講 應該是這樣 然後右斜勾一定是長的 這倒是沒什麼好懷疑的 撇稍微高一點 不要撇太低 撇太低那個 這就散掉了 燈 這個燈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就自己拆啊 這當作創作 創作 創作 平 這邊低這邊高 這樣比較好看 看不出來 剛才講過 可以寫方正 不一定要把它寫的 扭來扭去 這裡再扭一下就好了 等於說我的字也有扭 扭來扭去也有方正